下一位发言人是贺刚 他是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 STNFA创新中心总监 贺刚先生发言的题目是 运营商STN技术业务思考及进展 大家欢迎 毕老师然后各位来宾 稍微跟测评上有一些差别 主要是STN也有些进展和思考 这里面可能想重点讲一下 中国联通在STN网络部署上的一些工作的进展情况 更主要的是后面可能会有一些思考的问题 其实跟前面的嘉宾讲到的问题 有很多这种我们讲是生活的地方 或者说很多不模而合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看 但STN在运营商那种大的一张网络部署 到底有了一些问题 我们会看到我们有模型的标准化的问题 还有前面都提到的 尤其像华为专家提到的 有6%其实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如何跟现有的系统去集成中和 这是我们非常投资和困惑的问题 当然我们有一些自己的思路和一些看法 后面会想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中国联通在整个的我们的QNET 2.0的架构下面 我们都网络的一个演进的一个节奏 我们是基于STN非呢 去做网络的重构 还网络的制动化 其实在15年的4月 其实我们跟QNET 4.0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合作 那个时候我们加入了这个 QNET 4.0的一个董事会的一个成员 在那之后呢 我们9月份 15年9月份 发布了中国联通的QNET 2.0的整个的网络的演进的架构 从16年开始呢 我们又去基于我们的整个的网络的一个 我们的专有的承载网 我们专有的IP网络呢 提出了我们的产业互联网的网络的架构 并且牵头去在国内去做COL的这样的开源的设计活动 17年呢 就是今年的1月份 我们是正式发布了在我们的IP网 就是我们叫Istin的网络上的 智能的专线的业务 就是在广东发布的 到了今年9月份呢 其实我们的骨干网的 A网的Istin化的改造 就几乎全部完成了 后面会专门介绍的 这个已经正式发布 而且我们再跟我们的合作伙伴 包括阿里米和唐奇云 正在做云网一体的协同的相应的网络的结构 相应的产品 到了17年的11月呢 其实我们在虚拟化这上面呢 应该讲还是走得比较快的 其实17年的到11月呢 我们的NB的LT的核心网 还有我们的IMS的核心网 已经完成了面向全网的招标 这个大家可能在经常都能看到 这个招标已经结果已经公式了 已经正式发布了 我们面向全部的面向 全面三层街友的一个云化的一个屠宿 当然我们这里面就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 这个网络的转型和电话的改造 这里面我们重点看一下 因为今天是一个I-SIN的这个论坛 我们重点会去提一下 我们在这个网络的I-SIN化的这个发展和眼睛的一些考虑和节奏 其实更多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网络基本上分为了两个类 一类是我们叫公众客户的面向公众客户服务的 我们传统来讲的叫互联网 其实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我们面向企业和行业服务的 我们的这个我们叫产业互联网 我们的很多的I-SIN的部署和这种引入呢 都是在我们的产业服务上引入的 当然可能是我们的几张专网 从我们这个节奏上来看的话 包括我们的底层的传出网络 我们的OTN网络 现在我们在构建于这种I-SIN的基本的芯片网络 我们的我们的I-P的承载专网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I-P证域网 这都是我们的I-P证域网 这张这个I-P的承载专网 证域网 它也要做I-SIN化的改造 后面呢还有我们的A网 就是我们的五干网络 也在做这种I-SIN的改造 这个是我们刚才16年到17年的工作 当然我们也做VCP的工作 今年和明年的这个工作的重点呢 是我们要把这样原来跟模块的 这种网络的这种I-SIN化的改造 要把它一张一张的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拼接起来 就会我们构建一张什么呢 我们用我们的I-P的承载专网 I-P证域网 加上我们的五干网络 构建一张广域覆盖的I-P的承载专网 而且是要用一些I-SIN的手段 去做业务和这个网络的通话 并且呢我们跟我们的税中心 以及合作伙伴的税中心 要构建一张云网协同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及产品 同时呢我们为了面向中销企业呢 也会去做I-SIN的这种产品的解决方案 这个I-SIN的产品解决方案呢 我们已经在线网 已经有一些失联 并且正在一些优化国库正式的营商用 我们后面会讲到 后面呢我们可能希望面向产业这个环节呢 构建一张端到端的智能化的软件可定义的 这种I-SIN的网络 我们可能每张网络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说我们看 这当然这里面是我们提到的 我们IP-RUN的I-SIN的方案 这个是 这个呢我们起步的比较早 但是呢很多的这种工作呢 其实我们在不断地 怎么来讲呢 不断地是在去调整 不断地在改变我们的观点和看法 不断地在真正的让I-SIN做到实践 我们前期的试点的这种方案呢 是基于一个线网改造的一个方案 我们更多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进行叠加I-SIN的这种controller 以及在跨域跨厂家之上呢 我们去做协同器 去解决跨域跨厂家的问题 这样子带来的问题 就是尽量地减少 对现有网络的这种改造 还有这种网络的这种风险 这个很快速地实现业务的部署 这个在前期我们的IP-RUN的试点 几乎都是采用这个结构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A网 A网呢 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前面的这个IP-RUN的结构是很像的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骨干网 是有两家主要的设备供应商 在这两家的设备供应商之上呢 他们来提供他们自己设备的controller 在他们的controller之上呢 我们又增加了我们的IC-RUN的控制系统 可以在两个月之间进行平滑的控制 用复合分担的方式来平滑的控制 实现我们整个A网的IC-RUN的改造 目前来讲 它已经完成了我们本地网 334个本地网的这种覆盖和改造 并且今年到明年 我要延伸到38个海外的跑步点 提供的业务呢 是包括我们的智能的开工 面向用户的这种自定义的 弹性的服务还有能力的开放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正式的商用产品 已经发布的一些 这个已经正式的发布的商用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传输网 先按照不同的模块来讲 这个传输网络是这样子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现有的 骨干的OTN的网上 相当于切除了一块 专用的金融的信号资源 这边是一边是我们现在 已经的网络的情况 我们看现在六个城市 八个金融节点已经 这两个网把它连了起来 其中一张我们叫内部的产品 我们叫金融提名网 从网络本身我们的名字 是ICOTN 它的这个结构我们看 它其实跟前面的结构都很像 是在我们现有的 OTN的网络系统的基础上 去增加单域的ICN的controller 在域之上呢 我增加跨域的跨厂家的 编排的协同这个更多的是 要基于线网的情况 基于线网去解决我的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能够实现这种 快速的智能那种 一线式的这种快速的业务发放 而且去支持这种 试验的指标的业务的一些 探测和一些演示 并且支持这种 看多点失效的ICN的路由策略 我们进一步来讲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张产业 互联网呢 跟我们的云的合作伙伴 以及跟我们自己的沃云 能够构成一张云网协同的 这样一个体系的结构 这里面包括半代的接入能力 包括我们企业的站点 不同的接入类型 然后包括跟我们合作伙伴 包括阿力云 腾讯云 包括我们自己的沃云 都能够去很便宜的接入 从网络的能力上呢 我们希望能够 实现它三层的VPN的业务 然后随选择这种网络的能力 从平台来讲 我们希望构建一张 云交换的一张平台 可以认为是一个 云交换的一个平台的网络 去集成我们合作伙伴的 云的网络 以及云的服务和应用 包括我们的这个 第四的资源 提供我们这个 我们认为是一张云的交换网络 这是我们对云网协同的 目标的一个考虑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我们对中小企而言呢 我们已经去进行了 这个SD-WAN产品的开发和部署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是分那两个域 来去考虑整个的业务 一个是全国性的业务 我们会在我们的基地 也就是我们的云公司的这个基地 去部署我们整个的业务系统 另外一块呢 我们在省分公司 也会以省为节点单位 去部署相应的这个 SD-WAN的产品业务 对于省里面而言呢 我们可能会提供 从业务类型来讲 可能都提供的是 我们的企业对PIN 然后互联网的连接 以及基础的云连接 还有增幅的服务 目前已经继承的是 我们的通讯 还有视频的这种服务 对于省署和全国的业务的区别在于 VPN 类的业务 并像跨省的 是由我们的整个基地来提供 这是整个的一个结构 从基础来讲的话 其实SD-WAN讲了很多 大家的基础手段 几乎是类同的 我们现在几乎是采用的 边缘的CP设备 还是一个 应该讲是一个X86的白核设备 然后是会部署一些虚拟的网源 虚拟的功能 和一些路由对准协议 对于中间的那种SD-WAN的管控呢 我们是集中的全国一套 或者是省内一套的 集中管控的部署的那种方式来做的 对于业务的质量的话 我们也是采用内置的软摊针的方式 去做业务的这种可视化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实现 多路径的这种选择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去选择 我们自己的互联网的线路的接入 还有我们自己的FV专线的线路的接入 我们这个产品本身 这个业务本身是可以做动态的选择 其实前面可能重要的介绍了一下 我们现在整个我们的联工 在SDN部署上做一些工作 可能我今天重点可能还要讲的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思考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在网上 在我们的线网上 有一些商用的部署 在各个的领域都有一些应用 都有一些应用 但是呢我们现在来讲 还有很多的问题 从目前来讲 我们觉得只是初步的实现的 网络的这种编程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目前更多的实现的 我们叫业务的自动下巴 数据面其实没有做任何简化的 就像前面华为同事讲的 我们没有做到网络的极简 我们更多是从业务层面 先去做业务的自动发放 还是只是自动发放 我们要引入新的功能的话 面临的网络的设备要升级 周期很长 并且呢 转控分离和这种集中控制的优势 并没有体现 我们可能还是大量的 楼梯面用一些分布式的楼梯协议 这个还并不都是真正体现出 我们集中控制的优势来 还有一个呢 前面都提到 我们跟现有的运营维护系统 怎么去结合 我们原来的IC系统很多时候 它并没有看到运营维护的需求 在现网的部署的时候 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这部分功能 谁来考虑谁来做 跟现有的系统是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存量网络 其实我们知道 运营商的网络 从一开始建设的时候 有一个技术的基础 技术不断地在升级 在迭代 然后呢 设备的功能不断地在完善 但是你的建设是周期性的 就会面临着什么呢 现网的规模很大 但是呢 一个是结构复杂 本身又是多厂商的一个环境 另外呢 这个设备的能力 随着你的建设的周期的不同呢 设备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另外一块呢 就是我们网络的流程 它是有很多 这种既有的规则和流程的 就像汪总先生讲的 其实我们以前是工单驱动的 就是我们都是 往前面的工单走了 加入了自动化的过程之后 我跟现有的流程 跟现有的工单 如何去融合 如何去模合在一起 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 网络的这种和模型的标准化的问题 这个在我们现在做 IPRUN 在我们做 DCI的时候的 这个问题非常突出的 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 三个思考和解决 接口的标准是不完善的 开源其实 更多的我们认为是 参考的结构架构 开源是没有办法拿来时间上用的 这是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说很多东西 还是要运营商自己来做的 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呢 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和一些解决的这种方式 首先我们来看模型这块 我们现在可能 IPRUN是有一些标准的模型和结构 但是我们真正在网络引入的时候呢 其实做了很多 自己的定义和删减 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现往的网络 是有自己的业务流程和规程的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调整和改变 或者说去调整我们的样模型 这里面我们看 DCI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业务模型 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完成的 后面还有很多 还正在做 三层微拼的模型 微拼的扩展 我们的BGP 还有微拼到Tano隧道的轮音设 以及TOP的收集 以及我们的亨断路由的模型 这些我们都要去进行建模 这样子这种 本向这种也有模型的多样性 因为空气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下面是有两个供应商的 这两个供应商在本向的结果方面 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义 本身ITF这块的模型上 它的进产 它的进度是非常慢的 到现在也不抓的 所以说 并没有达成这种理解上的形式 这个我们需要自己的定制 这个呢 我们主要是基于这种 ITF的转型 主要是要做一些模型的一些删减 并且会扩展我们平时生产流程中 必须要求去做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RDRT 还有我们的增加的这个VTLAN的这些内容 从具体来看 对于北向的这个转型的模型呢 我们是对 ETOR的R3VPIN的这个ServiceModel的这个Draft 这种基础 根据我们现在的 我们已经有的 我们在联合公文广播上的路由型的这种MV的技术规范 对我们的RDRT PUOS内容复制 形成统一的样模型 这样子呢 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我们北向业务的这种统一 实现两个不同的EVO厂家之间的业务模型的统一 这是我们在DESIDE上面做的这个模型的这种工作 对于UTIN而言呢 我们也是有同样的工作 UTIN的这种北向的模型 我们现在主要完成的是二层VPN 我们看二层VPN的模型 我们这里看到包括它的业务名称 它的这个Q4 原接点 然后保护策略 具体来看呢 我们网络式的模型 也做了相应的映射 因为我们前面DESIDE呢 更多做的还是业务的模型 IPRUN呢 我们做的可能更近了一步 我们把网络的模型 也做了一个相应的定义 这样子的话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业务模型 通过厂家的借口映射 映射成我们具体的网络的配置 这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的节点 链路 还有我们的保护 还有我们二层VPN的这个模型 进一步去实现 我们在网络 以及业务及网络的模型的标准化 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这个工作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去考虑 和去不能回避的问题 就是SN和网管的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困扰我们挺久的 从狭义的SN来讲 可能我们来看这个open flow 但是我们在线网络的故事的时候 就像华为的这位华为前面专家讲的 其实我们不管黑猫黑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因为在现有的网络环境下 一味的追求标准化的 或者说理想化的东西是很难的 是寸可难行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总结成三个特征 我们要实现其中的控制和分布的转发 还有我们的网络的编程 开放的北向 API 我们先从这几个角度来入手 去改变我们的网络 我们先不要谈到底是网管的方案 还是SN的方案 后面会有一个比较的分析 我们看就是说对于传统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网络 以前逐点的需要 我们的很精通路由协议的 能做设备配置的人员呢 去做网络的配置 一条条的命令去配下来 我们希望通过业务的建模呢 我们希望能够适配不同的设备 而不要一个设备 就要一类设备 一个厂家就要出一个专家 而且我们希望我们这种代码呢 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面向 这种过程的这种编程来实现 去实际上我们面向对象就变成实现 让我们的网络真正的能够去面向业务 去适用业务 而不应该说我们的具体网络上配置什么命令 要关注哪些具体的协议的细节 我们希望网络向业务去延伸 去支撑业务 这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和case来讲 我们的IP run前面讲过 其实我们是走了两条路 在初期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到是一种协设备的方案 它是面向业务的 各厂家的空气来配合 实现跨离的协通 这是我们一开始来做的 另外一类的思路呢 是面向设备的思路 直接对接厂家的设备 采用这种适配的模块进行业务下发 这样子呢 它是要替代这种网管 实现跨厂家的组疑 业务的下发 很容易地监控 这是两条不同的路 但是呢 两个路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是趋同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种协设器的方案而言呢 我们会保留所有的原有的设备的网管 而且会增加单预的设备供应商的控制器 在设备商的控制器之上呢 我们会增加运营商的系统器 当然这个 这是一个它的一个逻辑结构 每一层都有它自己的定位 其实网源还是由厂家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管理和配置下方呢 还是由厂家的这个供应商的管管 或者说供应商的这个设备来 供应商的过程来完成的 这个就是说原有的系统 我们还是要充分地利用 这里面就是说 这是一个在原有系统上 一个升级的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方案 另外一块呢 就是我们讲 是一个我们暂且叫网管方案 它的部署来讲呢 我是采用统一的一种网管 组网管的那种方式呢 对我们的右拼的网络 统一的其中监控管理和维护 它更多的是通过CR或者是SNP 对厂家的设备直接进行管理 北向要对接现有的生产系统 其实它是一个 它跟现有的生产系统 是一个非常融合的方案 刚才那个方案呢 是一个更靠近SDIN的一个方案 这里面是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规范的差异的 对业务而言呢 它本身除了我们现有的 移动的这个业务之外呢 它会考虑运运和维护的 业务保障的业务 两者之间的这个去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 一讲一下 其实对于协同器的方案而言 它是变成业务的 结构简单 速度快 力旧现有的设备 可以平滑地去升级 但是它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讲 要解决网子的自动化的问题 需要增加很多的这个系统 我要增加这个设备厂商的控制器 增加其中的器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能还并不能完全满足 业务维护的生产的需要 可能我还要增加一个综合的管管这个系统 这是我们面对的困境 另外的方案呢 我们来看 管管的这种方案 它是集成的业务管理一个监控 它的层次是非常简单的 就像我们看 它是不是一个极简的磅礴 它只有一个设备 设备上面就是我们综合的 就是一个控制节点 我们暂且不去定义它叫什么名字 就是个综合节点 它直接对接设备 控制的应该是更强的 但是呢 本身它控制的节点数量非常大的 因为它不再分域了 控制节点数量非常大 然后呢 功能性能是比较高的 另外一块呢 本身它这么多是面向管理的 它对于业务 对于这种跨域的这种协同 对于每项接口的标准化 它是缺乏考虑的 其实综合上来看呢 我们目前这个阶段而言呢 我们认为这个SD的优点呢 是在于高度的集中管控 对于复杂的透过逻辑下的 路由器算和业务快速的迭代 它是有比较强的优势的 但是呢 我们对于传统的 我们的FM的网络相对来讲 它的结构和业务模式是比较单一的 我们呢 可能会建议采用这个SD化的管控一体化的方案 我们叫SD化的管控一体化的方案 我们岂不能讲它是网管 也不能讲它是一个纯粹的SD 这里面我做了很多工作是要做的 我们对于现有的这个系统呢 需要做扩展的南向接口 除了我们的传统迷离行和这种配置协议之外呢 我们也会支持LUFLOVE NETCOM的下巴 支持我们的后续的设备的业务 这是一个南向 对于北向而言的话 北向的标准化 我们要去引入一样的模型呢 去再做它的北向的业务层的抽象标准化 这样子能够隔离掉我们不同的系统间的业务层的差异 还有一块呢 需要面向用户业务提供 面向用户的这种师傅 面向用户的师傅 增强我的管控能力 包括流量 路由的调算 然后呢 还有改进系统结构 采用一些微服务的这种架构呢 去灵活的重用 去便于连带开发 这是我们现在 应该讲是一个SD化的 一个融合的一个方案 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我们做了一些具体的案例个case 在线网上已经开始有一些双应的部署 我们在传统的架构的基础上 我们暂且叫传统网管架构的基础上 引入ISD实现控制器和协同性的功能 并且采用标准的样模型以及REDS接口 去实现网络的编排 以及这种和其他业务的对接 这是我们前面的 包括Utn的控制模块 协同模块 保留传统的网络的管理和维护能力 同时增加控制的试图 这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造的工作 并且我们引入一些 已有的开源的控制性架构 去做北上的接口服务的发布 去做标准化的样模型的发布 这里面目前也都能够实现的 包括业务资源 其实这是我们在整个ISD的过程中的 一些考虑和一些不断的尝试 最终我们可能会让它真正的去解决 我们现有的存量网络的这种改进 改造和升级的一个考虑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谢谢